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们 今天是大年初二 我的冰激凌房车要开夜了 今天我们是全家骑上阵啊 首先是现在这个镜头下方 躲在冰箱那里的我妈 还有窗外的我爸 还有杨小麦同学 然后还有白白和小鸡头 但是他俩现在还没有来 我们今天呢骑晚了 骑晚了呢 就错过了好几位这个 过来买冰激凌的顾客 我现在和我妈 就希望这个冰激凌机 赶紧把这个冰激凌治好 我们就可以卖了 这冰激凌刚开始做 情况百出啊 这个现在冰激凌机 又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发生了一点状况 虽然这款车 是我们一起设计的 但是这个冰激凌机 不是我们设计的 所以操作起来现在不太懂怎么去弄 毕竟我这是第一次卖冰激凌嘛 以前都是卖三明治啊 咖啡 所以冰激凌还得学习学习 然后呢 你要干嘛 我现在要暂停营业了 为啥啊 因为冰激凌还没弄好 大家一直过来问挺尴尬的 那就先关一会儿吧 先关一会儿吧 我们刚才匆匆的扒了几口饭 然后现在已经到了中下午了 朋友们 朋友们 生意来了 生意完了 这是刚刚买我们东西的顾客们 小樱桃的奶粉钱 我们赚到了啦 第一笔钱 这个刚做好就有人来买冰激凌了 刚才看着买了几个 买了一个 买了两个 买了两个 不是刚刚就是第二个 嗯 需要我能采访一下你吗 蛤 你觉得冰激凌怎么样 好吃吗 真的好吃吗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幸福快乐 珠海嘛 气温比较低 所以大家吃冰激凌的需求 还是挺多的 然后在春节时间 给大家卖这个甜品 我觉得也是让大家希望在新的一年开开心心 甜甜美美吧 刚才来了好多客人 结果我给忘记拍了 现在帮忙在拍 有 有 什么有口味的 有那个就 原味的 奥利奥的 奥地奥的 他叫奥利奥的 有勺子吗 有勺子在那 谢谢 今天起晚了主要是 有点起早一点 应该生意会更好 主要是起晚了 黄桃的没了 黄桃的没了 原味的有 原味和奥利奥的都可以 哎哟 一次性勺子已经都卖没了 那个冰激凌插的 我老婆和我妈 还有黄凯 我哥们 还有我爸催 我赶紧去买 现在呢 我们冰激凌房车已经打烊了 然后晚上呢 稍微有点累了 所以我们就不做饭了 但是呢 又不想敷衍自己的这个味蕾 所以我们准备了 自海钩 你要卖喜不喜欢吃 喜欢吃 好 哇 挺大 这什么牛肉吗 哇 这是蛮红薯的 好 吃点吧 现在 已经是大年初二的晚上 十一点半了 然后 那我现在就是正在我自己的房车里面 嗯 今天这一天 就这么愉快的接触了 我们今天还算是这个 大丰收 因为摆摊比较晚嘛 从下午的一点多 将近两点了 我们才开始 收卖冰激凌呢 那到最后我们结束 就我们所有的冰激凌 材料和物料都卖光了以后 差不多只用了四个多小时 我们一共卖了将近有 一千块钱 九百多块钱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这个 情况还是很好的 而且今天是大年初二 就是我在的这个这个七澳岛嘛 村落里很多人都初二回娘家了 就不在这个地方了 还算比较少的 而且游客也没有这么多 所以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如果要是在一个比如说 正上八景的那种景区 或者是游客多的地方 或者人流量多的地方 那按照这四个小时来去计算的话 那你们四个小时的这个营收 可能要比我好很多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很开心今天我第一次尝试去这个 用我们的冰淇淋放车卖冰淇淋 而且成绩还算不错 那现在我正在捣今天的素材 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后面的那个多功能桌 空间很大 这边还能再放一个联屏 关于那个剪辑用的 那边是个音箱 这边放了一些器材当中 OK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Vlog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或者问题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里面打下来 也可以私信告诉我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Vlog 那在这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牛年吉祥牛气冲天 反正就发达财富大家 下期见拜拜 下期见